早安 今天是9月12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由一高证券投资总监国智慧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Will Sir 今早大市有什么借点? 今早大市借点很厉害 首先是Tesla 升得很厉害 事源是有大行长 可以省到65亿美元 而且未来也是AI发展的终点布局 其次就是手机相关的新闻 譬如是华为 这个事件是挺重磅的 是的 华为的新机推出 除了在电子产品界引起一个大的讨论之外 在投资界其实大家都在当中找到机会 Will Sir 稍后会和我们详细谈谈 观众朋友 如果你对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的Tesla急升一成 有联主局线人之称的华尔家日报记者 Nick Timmeras 赞文说到 联主局对于加息的立场正发生重要的转变 可能会在9月暂停加息 更加仔细审视未来价加息路径 导致高开后一度升207点 收市升87点 收报34,663点 纳指升156点 报13,917点收市 标指向上升29点 报4,487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幅超过1% 欧洲股市都是做好 看看焦点 Tesla被摩根士丹利大幅上桥目标价 达到400元 股价急升一成 达到273.5美元 苹果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将会举行产品发布会 股价先跌后升 收市升不到1% 另外苹果延长高通手机数据机晶片的供应协议三年 高通股价一度抽升5% 收市仍升3%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星期一收市普遍下跌 阿里巴巴和百度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汇控和比亚迪都比本港收市略高 汇控折合58.7 比亚迪折合249.13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向上升186点 最新报32,653点 所以综合指数微跌3点 适合普通股指数和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最新都要向下 两个指数跌幅不够1% 我先和Will Sir谈谈外围情况 先看大市情况 今星期三会公布8月份的CPI数据 其实就是联储局9月议息前最下一个通胀数据 近日有较回升 从而大家对通胀以至今年加息的忧虑或者预计 你怎样评估未来的息口走势 现在我们来看看市场的期货利率 利率期货就告诉大家 似乎在9月份应该是暗并不动最多的 我想大家反而要留意一下未来的支点 即使今个月不加 会不会是下一次又会加 我认为这个机会亦存在 亦有机会比较大一点 理由是因为我们来看 比如说油价也有一个持续向上的走势出来的 如果油价去支持它的升势 基本上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两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就是美国的石油储备 那个战略石油储备 其实就去到一个低位 换言之他们经过去年 有一个大规模的释放石油储备 其实就应该要补充 根据数据看来 其实现在就应该他们的石油储备 维持大约是46-48日左右的时间 要去到一个合理水平 应该要去到70或是流上 这个意味着他们都可能会把油价 有一个比较急切性的稀一球 另外油早加方面 天气冬天开始来了 油早加的立场应该似乎是 要继续保持减产的迹象 亦都配合沙地随时会有一些股权的配扬 这个如果令油价在高位里保持着 是对这方面有利 这两个因素 令我们觉得油价在短期内 没有大幅向下回落 这个会有助CPI继续向上升 其中一个因素 其次就是粮食方面 踏入冬天 似乎粮食价格 我们来看一些粮食商品 都是在一些 比较近期升幅都不错的高位上 继续培会着 所以其实CPI似乎都有机会 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联储局就可能要继续做事 是的 预期就是11月那次就有机会会加息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会说还加多两个传统的感觉 第一就是大家觉得9月有个魔咒 历史来说9月美股 向下的机率就是比向上高 还有10月其实就不是经常出现 但大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10月股灾这个情况 是的 因为每次股灾都是10月发生的 但是我想说统计来说 反过来 全年美股表现最好的月份就是4月和10月 反而10月不是一个比较高机率的跌市 但是当它出现跌市的时候 就达到你瘫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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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瘫 有点平衡时空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其实你看到这些数据 或者以至地缘政治或者中美的关系 其实就不断地恶化 你没有看到一个好的迹象 制裁会越来越厉害 就是由开始的一些贸易战 发展到现在是金融战等等 科技战 这个互相合作的情况 是每方月下倒退 这个一定是不理经济的 你看近一点 不要看近一点 欧洲德国是一个欧洲的火车龙头 你看到他们的GDP 连续都有下降的迹象 这些是一个衰退 一定是一个衰退 但是在股市里反映了没有 欧股未反映 美股未反映 所以我会认为现在是一个平衡时空 至于平衡时空 什么时候回归现实呢 我反而就会有一个看法 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归 当你回归的时候 我才可能会做一些达民部署 例如跌穿一些密集区 或者是多重的平均线 你看到譬如现在升得很英俊的 美股的三大指数 那些移动平均线在技术上 是一个叫顺牌 有一个挺英俊 甚至乎是一个牛屎的迹象 但是这个样子是一个牛市陷阱 还是还是真的向上升呢 那我就反而不去估计了 因为现在 资金或者走势的指数 是脱离了基本现实了 譬如你跌穿一些药缸的平均线 我才顺势跟着你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样 是的 Will Sir的看法就是 未来就是有隐忧和有危机的 不过有货的就先坐着 我们谈谈一谈 昨天也升得很急的Tesla 后市部署应该怎样做呢 那我先讲讲 昨天其实股价就急升了一成的 其中之一个原因就是 蒙根士丹尼就发表了一个报告 就说到看好Tesla的前景 说它有一个叫Dojo的超级电脑 可以帮助公司业务发展 因为这个Dojo的电脑系统 就将他们的投资评级 就是改造增持 以及目标价就上调到400美元 简单来说 他就说这个超级电脑 就可以用在未来的发展 包括就是加快Tesla 发展那个自动驾驶出租车 那个系统和网络服务 令到公司的市值 因而就会增加5000亿美元 就是他们计算在他们的model上 就算了一条数 以及就说可以打开新的潜在市场 他们有一个比喻 就是Amazon Amazon旗下有AWS 就是这个系统开发之后 其实就对公司的盈利贡献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贡献 所以 大家就可以预期Dojo 都可以对Tesla 有一个这么大的盈利贡献 以及市值的增加 好 其实昨天就升了10% 不过如果比起400美元的目标价 昨晚的收市价 对比还有40%的上升空间 Will Sir 你怎样看这份报告 现水平Tesla 你觉得可不可以增入 首先Tesla 就是他们说 我不觉得他们是吹牛的 我觉得是真的 因为全世界都将很多资源 投放在AI上 而且AI将会是我们下一个 比较一定要需要注视的一个 Sector 至于现阶段 我经常打过一个比喻 我说 股票除了看估值的未来发展之外 都要看看 航空手流上 市场上 有没有充裕的资金 多余的资金 这个又回到我刚才的基本股 都在说 未来仍然是可能有加息的 仍然是收水的步伐的 似乎即使这些钱是全部 进入神奇七盒 那几个美股 但是有没有持续性呢 这个我有一个相确 但是如果有一个弱光 比较明显的大调整出现了之后 我相信 未来 你投放在这几个 应该都没有太大问题了 全世界都 投放很多钱进去AI AI也是未来的 可能是一个工业革命 这样看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现在你看Tesla 就当是一个短线的 部署操作住线 去到一些支持位置 譬如你看到 是一些移动平均线 突然之间 无端有资金买入 开始仰族 在帝位上 上升到高位 无端的单日升10% 就无谓再追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比较短线少少住线 好啊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收益 我们先开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经历四年跌 昨日一度失守18000点 恒指低开260点 最多跌359点 内地中午公布新增贷款数据 好挂市场预期 加上人民币汇价转强 恒指跌幅收窄 收市跌105点 报18,096点 跌0.5% 科指跌8点 收报40,083点 跌0.2% 国企指数跌15点 报62,098点 大市全日成交1244亿 北水连续13个交易日落得正流入后 转为正流出 金额达102亿6千万 主要是沽售ETF 东方恩选有2亿4千万的北水正流入 美团有1亿9千万 快手有1亿6千万 北水正流出的 好了 上日港股一度失手18,000点之后 跌幅收窄 主要受到内地的新增贷款 比市场预期更好 以及人民币汇价反弹的影响 先说新增贷款 昨天中午公布的 8月份的新增贷款 数据是13,600亿元人民币 市场原本预期是12,800亿 12,800亿人民币 不好意思 是1.36万亿 比对1.28万亿 8月份的新增贷款数据 比市场预期更好 而7月的数据大约是3,500亿左右 所以8月的数据 亦是大幅比7月份的数据 社会融资规模是3.12万亿元人民币 超过市场预期的2.46万亿元人民币 这两个数据都大幅比市场预期更好 另外看人民币汇价 有一个大幅反弹的情况 人民银行召开了 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议 强调金融管理部门 能够保持人民币汇价稳定 特别说到该出手的时候就会出手 以及图中所说 坚决防范汇率超调的风险 人民币汇价急弹 讲讲再按价 一度升500点指 收伏7.3 去到一个星期高位 最高的时候曾经升800点指 逼近7.26关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路透引述消息人士说到 由于最近人民币的贬值压力挺大 人行就要求救汇 即是沽出人民币买美元 如果金额达到5000万美元以上的时候 就需要审批 补充多一点 上日人民币汇价就上升 还包括的原因就是 日本央行行长再发表言论 有机会改变货币政策 日圆就升 美元就回落 也都带动人民币汇价 上日两个消息都是做好的 内地股市都是向上 港股下午就看到跌幅收窄 之前担心的问题 譬如说内房的问题 现在未完全解决 但是有舒缓 最新的数据 除了刚才所说的新增贷款之外 打封黑雨期间 公布的通胀数据 其实都是比市场预期的好 人民币也都升 综合多个因素之后 其实港股后市的走势 你又怎样看呢? 港股后市走势 基本上我们都要留意人民币 是的 人民币应该是由国家出手去顶一顶 再加上可能又出口述 令到它没有急速向下 其实人民币 如果你面对东南亚国家 其实它是有贬值的需要 但是中央应该不希望它急速贬值 可能是有最慢慢的贬值